近日杨明的出轨事件发酵 被爆不止出轨一人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杨明的婚姻和感情生活被网友发了个遍 原来他的小三是一位叫丝丝的女网红 他经常在网上晒出和杨明穿同款衣服的照片 还有意无意 蹲在杨明的妻子唐家良的账号下留言 说唐家良是骗婚 杨明只是他的孩子的父亲 不是他的丈夫 十分狂妄 杨明为了澄清事实 否认了出轨的传闻 唐家良也为了知识丈夫 经常晒出一家四口的照片 但实际上 杨明和唐家良的婚姻已经破裂 他们已经在今年2月提出了离婚诉讼 只是还没有判决 有网友爆料 思思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一名后勤工作人员 工作是他的前夫帮忙找的 他和前夫有一个儿子 思思一家都很嚣张 他插足了杨明和唐家良的婚姻 不过 网友还爆料 思思今年已经怀上了杨明的孩子 孩子快要出生了 所以杨明不得不起诉离婚 可是 思思怀孕的时候 杨明又有了新的小四 孩子你怎么看呢